1011 第32章 第三个部分 来看写国字的部分 这个小朋友写的不错 就是偏小字的 第一笔为什么要这样写 长恨才要这样写 这是总 写的还不错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没有往上扬 再来这个 应该要再高一点 这样就好了 折没有折 这个凸出来会凸哪里 不是凸这里 注意 凸这里 老师怎么写 你就尽量照那个写 那这个如果凸出来 凸这里可以 只是我觉得凸太多 那这个要凸这里 看到了没 折没折好 这已经算不错了 对不对 就小字的点 奇怪了 小朋友都会写偏小字 但是我觉得 写偏小字 比偏大字 这个不小心 如果写太大字 真的很难看 这小朋友终于写对了 看这个笔法都看出来是哪一个小朋友写的 这次写的很公正 这大概是六分吧 再大一点就会更好 其他有些小细节不老就不讲了 比如说这个不是很 不是写到很完美 这个要凸出来 味道差一点点 这个小朋友没有认真看 或是仔细学的话 写不出来 折 这个已经很好了 但是压的时候压差一点点 如果没写过书法就不懂 还有这里要拿起来 拿起来 没有拿 已经很好了 只是老师讲说要怎么写会更好 我们小朋友写字 有些都是不知道笔法 都写不出来 像刚才那个也写很好 都不知道笔法 这个小朋友你看 他是知道的很透彻 知道笔法 但是就写的又太作作 太活泼 这个不是很顺 这个方向错要这样子 如果有写书法做变化 这样子可以 再写一点 细到处也可以 这里也是不够顺 可以写顺一点 这个还不错 蛮有特色 这个储碎凉写法甩过去 但是我们要求说6点10分而已 这是储碎凉写法才会写这样子 接下来他就是白色太多了 可能这个要高一点才会平衡 这个又写这样脏脏的 第一笔还还不错 不过有积水 这种不能积水 水倒下来都会流光 你这样浴室都有积水 到时候跌倒了 知道吗 有的那个浴室设计的不好 那个出水口比较高 有些水都出不去 就地板很滑 就会跌倒了 这个很危险 这里面的真的是乱七扭八乱七八糟 小朋友自己看一下 这不够写嘛 这个赞面原理 赞面原理 他这歪七扭八 接的好奇怪 长了一没写好 五度不是很好 好 那写字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 等一下看老师示范 你会facing啊 谢谢大家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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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你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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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